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抛出这个方案 其实在去年年底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结束以后 因为民进党大败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中共的专家学者 乃至于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在预测 说因为民进党大败 所以蔡英文总统极有可能走极端的路线 往生率靠拢 后来我们赫然发现 走极端路线的不是蔡英文总统 居然是习近平 所以其实今天在台湾 也大家有讨论很多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不恰当的这个时间点 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先讲一下习近平的讲话 今天在台湾全部的反应是炸了锅 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 一国两制这个问题 在整个的90年代 是在国共的这个辩论的议题中 其实整个90年代 对一国两制的辩论 几乎已经辩论结束了 就是说无论于情于理于法 这个台湾都不可能接受 进入21世纪之后就更妙了 就两岸之间也不辩论 这个一国两制 中共也不敢辩论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真大的眼睛在看 中共是怎么用一国两制 来这个治理香港的 今年是2018年 所以这个答案早就出来了 就是说当台湾人民看到过去 这个回归 所谓的香港回归 20年之后 竟然香港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在台湾谈到一国两制 人见人怕 人听人怕 所以说你先不要讲这个蔡英文总统 当然这个是 绝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 你看看国民党的反应 其实国民党的反应 或是台湾的主要 主要的政治人物 一样都是反应 第一点 九位公司不是一国两制 不能接受一国两制 第二个 也无法接受统一 好 那么为什么 习近平会在这个时机点 来抛出这个急迫的触统方案 我想来想去 因为从这个国际大环境来说 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中美贸易战 正处于高潮的时候 摆在习近平这个桌子上的 这个政治议程 重中之重 首要的就是处理中美贸易战 另外一方面 在中共的内部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所以中共的这个政治也好 中国大陆经济社会 有各种不稳定的那个迹象 都已经明显的出现 刚才我们军涛兄也讲了 即便从军事上来看的话 你根本就还没有 习近平或中共 也根本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从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说 现在是我刚刚说了 台湾的主流民意 根本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的 那么在这么多的不利条件之下 习近平为什么还要推出 这个触统的这个倡议书呢 我想来想去 我只能想到一个 是不是因为这个去年 台湾的921总统大选之后呢 这个因为国民党大胜 就是让习近平觉得 他看到了这个机会了 可以来促销他的一国两制方案 因为从中共内部政治的逻辑来说 我觉得也讲不通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胡锦涛 其实过去十年呢 对两岸的所谓的政治谈判 有个很好的铺陈 而且看起来至少在国共两党之间 对于九二共事 这个两岸政治谈判的三部曲呢 他们是之间是很有默契的 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是很有默契的 可是呢 现在他连这个默契 过去十年累积的国共之间的默契 习近平也把他砸锅了 所以我还是 我还希望说 是不是君涛兄能够给我指点一下 这个怎么想都不太对性 好的 谢谢大家